本集节目由永丰金控冠名赞助 翻转金融共创美好生活 以新闻开启国际视野 永丰金控与您一同掌握全球脉动 大家好 欢迎收听联合开炮 我是郭重伦 我今天是在人在北京 我在做这个podcast的录音 我是在16号离开的台湾 然后预计24号回台湾 我来中国大陆是已经快三年半的时间 从疫情开始以后 就没有来中国大陆 那我以前惯常我会一年至少来一次了解一下 大陆这边的想法跟台湾之间的想法之间会不会有出入 不只是两岸关系 同时我也注重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互动跟中美关系 那我这一次去大陆主要分成两段 第一段是我到成都参加由海协会举行的 下面有一个海研中心它举行的两岸关系研讨会 然后在19号的以后到了北京 那我接下来就用三段来谈一下 我在这个整个旅途当中我的感想 那这三段开始分别是一个场所一个地方 然后再来谈我在这个场所跟地方发生的事情 成都的新华宾馆 成都的新华宾馆 它原来是成都军区的第一招待所 那就在这个新华宾馆旁边就是原来的成都军区 是规模非常大的 我们知道成都军区当初是主管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重庆 那它是整个大陆针对西藏 西藏问题就是印度那边的情况 以及整个中南半岛这边情况 应变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军事单位 我们去的时候 正好是在习近平去参加过四大运 也是在成都 他住的地方同时也是在新华宾馆 那我们就是在他之后到了成都 但是在讲这个事情之前 我先谈一下整个去大陆的一个心情 因为三年疫情隔绝 其实大家都很多人都想这个时候能够到大陆去 可是我们事先都听说 有些人即使是他是当地的台办 比如说上海台办办的一个会邀请大家去参加 那但是突然之间 这个人在机场的时候被留下来问话 那问的话很可能是跟这三年当中 或者是更早以前发生的事情 有些人甚至手机跟电脑被搜走 来了解他们里面的通联的情况 那时间有从一个小时到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不等 我这一次并不是直接从台湾飞到成都 其实我是也是经过上海转机 当然我心里面会有一点毛毛的 那说实话任何人都不希望自己被留置 尤其是自己手机里面有些事情 是自己的隐私不愿意让有关单位 虽然我对于整个问心无愧 我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我是新闻记者 可是这样子的遭遇 我心里面还是不愉快 那我必须要讲这个事情 我觉得因为这个是在两岸交流当中 现在非常受到影响的 结果我这一次在上海转机 事实上是很顺利的 我并没有遭到任何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现在同时台湾也应该更开放一些 现在大陆我们是台湾的人可以去 但是台湾这边大陆人还不能去 我记得我到了北京 有一个学者跟我提到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在2012年 那个时候马英九在连任的时候对上了史蔡英文 当时大陆的政治学学者被奖金国基金会邀请有一团 最后一个学者 但在大陆从来没有感受到这个民主的气氛 他们到了民营党的场子 看到民营党最擅长的 其实就是营造那个气氛 那个兴奋的 那个悲情的 那个气氛 哇大家都看得如此如罪 那个学者跟我说 他说糟了 他说心里面想说 国民党这一次要输了 当然最后我们知道马英九还是过得连任 但是那样子的气氛 很容易让人家有这种感觉 那很特别的是 在他们旁边是另外一团 是大陆的民运分子被邀来 也是参观那一场民进党的造势 那两团人来自完全不同的阵营 这些民运的人是 是由那个时候六四之后逃到海外去的 那彼此之间很多人都还认识 但是就在台湾在那个场合里面 很尴尬的见面 你也那个时候可以看到台湾是兼容并序的 那个时候 大家在从大陆来的人 不管你是在海外流亡 或者是从大陆都可以感受到 台湾是真正的民主 那个时候我觉得台湾是有自信的 现在你不请人家来 似乎你这个自信心 似乎也是随之当然无存了 回到这个两岸关系研讨会 那这一次因为很多台湾的学者来参加 看看有三十几个人参加 那非常的这个热烈 大家都纷纷发言 不过最有趣的一件事情是 大家有一些学者是各位取主的 有的人是支持郭台铭 那有的人支持柯文哲 那也都不避讳都公开讲 倒是没有公开的人 公开的人说支持那个侯友宜的 那大家对于选情也是莫衷一事 各有各的看法 讨论的非常的激烈 那在成都因为是很久以来 第一次办这个两岸关系研讨会 以全国性的规模而言 所以这一次来的 要是能够恢复这样的场面 然后到了19号 我就飞到北京去了 第二段是在成都会议结束以后 我就飞北京 主要是看看老朋友 但是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是怀念过去的朋友 我最难忘的一个人 是我叫郭老 他是我长年以来 在中国大陆的朋友 他年纪很大了 应该是有70几岁 我们第一次见的时候 他就已经有70岁了 他过去的时候是76岁 那我最后一次来 是在2019年的11月 他12月的时候 因为心脏病突发 就过世 我记得那时候来 是一个非常冷的冬天 那个时候 那一年的北京冷得非常早 我们一起吃火锅 那他那个时候 谈笑风声 完全看不出来 马上一个月以后就要走了 我之所以要提到 这个人主要是要讲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从来没有去过 那原来想借这一次来祭拜他的时候 能够去 就是在北京石井山的八宝山公墓 这个八宝山公墓 他是明朝的护国寺改建 你要能够进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必须是司局级以上的干部 才能够入室 那郭老其实 他原来是在国务院 国研中心的常务干事 那他是跟着当时很有名的一个 叫幻香 幻香是总干事 那他是他的助手 来工作 那当时等于就是 国务院下属的一个智库 那这个事情 为什么我会特别怀念郭老 因为我觉得大陆的学者 在最近以来 越来越唯唯诺诺 越来越以长官的意向 好像官大学问大 长官说什么 就照长官的意思来做 但是郭老最难得的是 他有一个独立判断的人格 在幻香过世以后 接这个国研中心总干事的是 当时联合国 助联合国代表回来的李璐也 那李璐也当时有个新的规定 就是任何常务干事 要给上面写意见 都必须要经过他来看过 才能够以这个中心的名义 往上发 当时郭老对这个事情 非常的反弹 他认为幻香那个时候 就规定只要长务干事以上 你可以直接的对上面发文 这个是两套完全不同的逻辑 对于这个李璐也 这个新的这个总干事来说 这个是整个机关的一部分 他不能够让个别的人 跟机关的意思有任何的出入 但是郭老认为是 每个人的意见 都有他宝贵的地方 你要尊重每个人的独立判断 那在这个事情上面 两个人的意见就冲突了 那这也早至后来 郭老必须要离开 这个国研中心的一个 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为什么提 所谓的这个 上层报告是这么重要的 郭老他一个人就曾经获得 三个最高领导人的批示 我们知道在大陆 其实最高领导人的批示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各个机关单位 都会根据这个批示 组织会议来研究 这个批示 他的精神怎么样来落实 那郭老之前写了一个 关于外交的他的意见 那获得江泽民批示 他后来写了一个 关于基因作物的 是主要为了这个农肯总局 而写的 那个是获得习近平的批示 我们知道当时 其实那个基因作物的影响 是非常的大的 那其实农肯总局 在这个事情上面就保住了 他这个单位 但是特别有趣的我要讲的是 胡锦涛的批示 当时那个 中国驻南斯拉夫的大使馆 被炸 那被炸了以后 群情激愤认为美国一定是 针对这个中国下手的 所以到了后面没有多久以后 发生南海撞击的时候 美国希望能够打电话 跟大陆这边来沟通 没有人要沟通 那所以那个时候 两军之间的交往 简直是完全碰壁 那针对这两个事情 郭老就写了一个上层报告 这个上层报告 后来获得 胡锦涛就批示 就是交由当时军委会副主席 来做研究 那你就看到军委主席 当时军委副主席 后来造集了一个会议 把大概五十几个单位 当时军中单位的负责人 不知道多少颗星星 全部找来 然后请郭老老来做报告 来解释为什么他主张 还是希望能够有 中美两军的互动交往 这个事情为什么重要 那你会看到 一个人的看法 其实往往会改变这个历史的轨迹 那当然有人讲说 你看这个 其实也不是完全的政策改变 你看现在中美之间 又没有办法交往了 我是很感看 因为如果郭老现在还在的话 针对现在美中之间 在军事上面没有办法对话 他一定也会义愤填膺 还会再写一次上层报告的 因为对他来说 这个事情的本质在哪里 是很清楚的 所以我觉得大陆的专家 或者是学者 之所以他的影响力 越来越往下降 这个部会的意见 越来越上升 主要是因为 大家往往看不起 这些专家的意见 因为这专家意见 往往都是跟着部会的意见来转的 那对的看法怎么样 而没有办法 有自己独立的意见来加入这个讨论 这个对于整个决策的品质 实在是令人堪虑 而且这里面有一种 整个盲从的一个效果 那这个时候我就会怀念 这个时候郭老他的独立的人格 第三段我要讲的地方 其实是北京的友谊宾馆 在北京我跟很多朋友们约地方聊天 是一个大问题 如果最近大家去北京 就知道说千万不要排的太满 一个上午最多是一个约会 一个下午也最多是一个约 那一个上午要约两个 约是几乎是不可能的 像今天上午我去了一个地方 单单打车就要50分钟 堵车的情况更是完全 出乎你的意料之外 那我约很多时候 是在人家的办公室 或者是在外面的咖啡馆 但是有一个地方 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北京的友谊宾馆 北京友谊宾馆 其实离我住的地方 现在是很近的 它在三环跟中关村大街的交口 它是一个22万平方米的 一个庭园式的建筑 这个在你想想看 中关村附近 有一个这样子的地方 等于是在一片都市荒漠中间的 一个绿洲 这个里面 你一进去以后 外面的非常的热 那个草杂的气氛完全没有 里面是绿荫处处 到处是草皮 是树 我甚至我跟我的朋友 都没有约在室内 我们就约在室外 北京已经立秋了 开始有风能够吹过来 非常的舒服 那个地方 其实是在50年代初 为了当时援助中国的苏联专家 所见的 当时周恩来特别 这个找了从中国 从天津从上海 找了有名的西餐馆到那边去开 然后建了住宿的地方 就是给苏联专家 现在还是有一些 苏联 有一些外国专家住在那里 我们去的时候 是在开政协常务会议 后来晚上我看电视才看到王沪宁在主持 不过 现在并没有像过去那样子 整个把友谊宾馆给封起来 他还是开放有些地方的 我那朋友说 现在这似乎有进步了 不会这样子引起宁愿 在这很多我跟朋友们碰面的时候 对于美国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分成两个完全不同的看法 这个端端看你跟谁谈 现在声音最大的一种 也就是现在常常在中央电视台里面 看到的一个说法 或者是你在开会的时候 常常听到一种论述 就是中国要有战略定力 你不要理会美国 自己该准备什么就准备什么 你只要就是用一只眼睛 看着美国就够了 那更重要的是 你不要跟着这个大国竞争的议题 来起舞 这是假议题 不能够让美国给带着跑 意思就是说 中国从来没有想要跟美国 来争霸 那你要一直吵着这个争霸的议题 对中国是不利的 那另外一种看法 他们也不是少数 可是因为现在的政治正确是前一种看法 他们就不想公开来讲 但是这不是代表说他们真的是赞同的 相反的跟他谈的是他们私下是批评 前面一种看法的 他们认为说 其实中国不是有战略定义 事实上他们对于处理对美关系 完全没有自己的节奏 跟的agenda 那如果说真的不要离美国 就不要欢迎布林肯来 那事实上 大陆最想邀的是叶伦跟商务部长雷蒙多 那但是在美国坚持之下 因为美国认为你不能够由中国来决定 我们哪个部长先去 所以美国坚持一定要接受布林肯先去 那最后大陆也接受了 又譬如说像之前 香港特首李家超被美国制裁 不能够参加APEC的领袖会议 如果说大陆有骨气的话 就宣布习近平也不出席 那但是最后你看 现在习近平不是照样要出席了吗 所以 所以你在跟大陆的朋友 在谈的时候 从他的话里面 看他怎么样描述中美关系 大概就知道他是属于哪一方面的人 这里面其实相对来讲 两岸关系也有类似的一个情况 不过一般来讲 大家都认为 现在武力要攻台的可能性 已经大大的减少了 大家两派各自有各自的不同的理由 我这一次去 也是希望能够多了解 现在目前的辩论的情况 那希望能够对于未来的 了解这个议题能够有帮助 那今天谢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见 上网搜寻VIP